今天下午1点半钟,海军第三军区全体官兵在军区的礼堂举行效忠宣誓签约大会,由军区司令齐少将主持。齐少将免令全体官兵要擦干眼泪,加强战备,化悲痛为力量,在讲院长的领导之下,早日完成反攻复国的任务。 海军第三军区全体官兵也宣誓签约,福音政府和党政领导,知情知勇,一心一德,以达成国民革命的责任。 宣誓仪式由花莲农民之家主任袁博奇主持,2400多位曾经为国家流过解汗的农民,冒着细语参加。 在原主任的率领下,全体农民首先攻读了总统讲功的遗嘱,并且高举右手宣誓,决定以制成实践三明主义,完成复国建国的神圣任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